女孩才13岁 就当了商业间谍 阿玲在不知情的状况下 还细心地教授女孩料理知识 可是女孩学到滑嫩鸡蛋羹方法后 就悄悄地告诉了贺乌的对手灯笼楼 当阿玲知道灯笼楼 推出菜品和他们一样时 阿玲就感觉疑惑 很快贺乌的生意就冷淡了 因为灯笼楼偷了秘方后 将便宜的侠人 换成了高贵的鲍鱼 而且价格抬高了两倍 阿玲觉得自己的贺乌 能在价格方面取胜 失去的客人一定会回来的 但是在店里的客人给他泼了冷水 因为江湖的人们最看重面子 虽然贺乌料理物没价廉 但他们宁愿花高一倍的价格去灯笼楼 也不愿意来贺乌降低身份 晚上小松原来到贺乌 叫阿玲端来一碗鸡蛋羹 小松原尝过后 感觉味道要比灯笼楼要好多 因为虽然灯笼楼偷了秘方 却模仿不了鸡蛋羹的金发 而阿玲对自己鸡蛋羹味道是很自信的 但对于江湖人耗面子问题 他却解决不了 同时也为客源问题而发愁 这时小松原起了几阿玲眉毛 两人第一次皮肃接触 也让他们互相有了点倾诉 在小松原的鼓励下 阿玲重新振作 第二天重新调配了鸡蛋羹 这一次的鸡蛋羹 让大家拍手叫好 因为他在里面加了鸭儿情 这种菜不仅味道不错 还有活血化鱼的功能 就在阿玲准备推新菜时 方夫人被打了 原来早上的时候 方夫人气不过灯笼楼偷到行为 就跑到灯笼楼品尝鸡蛋羹 没想到那个味道和阿玲做的一名一样 控制的火候事件 所放材料都一样 方夫人气不过跑到货厨大骂主厨 结果被主厨推倒在地受了伤 之所以方夫人这么冲动 是因为她把阿玲看作女人 有人偷到了女儿辛苦研发的配方 方夫人自然气不过 就跑到灯笼楼问说法 阿玲知道原因后 当场喊方夫人为女亲 晚上的时候 一个男人找上门 要求阿玲给她做鸡蛋羹 但是要送去给大人物吃的 阿玲为了保证鸡蛋羹鲜度 想到了用竹筒做料理 这样既能保证鸡蛋羹温度 又能保证鲜度 第二天为了打败灯笼楼 阿玲重新研发了新菜品 就是利用鸭儿琴 在表面裹上鱼粉调配的面酱 再放入油锅中烹炸 很快一道美食就出来了 可是就在他们招待客人的时候 客人却反应说他们抄袭灯笼楼料理 女孩在路边摘了一些野菜 洗干净切除根部后 接着放入几条小鱼 用密制好的面糊浇在上面 最后放入油锅中炸至金黄 就这样一碗香喷喷的美食就做好 但是阿玲第二天上菜时 一个客人站起来 说她在灯笼楼吃过饮饮一样的 夜晚阿玲想到就是小鹿泄露的 而方夫人不想伤了女孩的心 告诉阿玲查清之前 不要为难一个13岁的女孩 第二天方夫人就查到了小鹿的心 原来因为她父亲欠下赌债 被迫在灯笼楼打砸 主厨还用她弟弟威胁她偷蜜方 不宜会方夫人在后厨 故意盘伦盗贼 小鹿听后心里不是滋味 很快小鹿就去到灯笼楼 受到良心谴贼的她 不想给主厨偷蜜方了 但遭到了主厨的打扮 这时阿玲冲了进来 阻止了主厨的行为 还在灯笼楼后厨大闹 很快引起了灯笼楼老板的注意 老板也不知道偷蜜方的事 给阿玲表示歉意后 为了挽回灯笼楼颜面 直接把主厨开除了 但是老板走之前 却给阿玲放狠话 说她调配的料理 全部都有记载 并不是阿玲首创 她的贺乌永远追不上灯笼楼 老板离开后 小鹿也找回了弟弟 阿玲也将他们姐弟收留下来 夜晚又次又来找阿玲做料理 这次阿玲给她推荐了陆菜饭团 但是又次刚刚离开 就有几个鬼祟之人靠近贺乌 很快贺乌就发生了鬼灾 一场大火后贺乌成为了废墟 很明显这是灯笼楼老板的报复 老板也因此得了重力 躺在床上几天一言不发 又是一个晚上 又次主人喜欢阿玲的饭团 很快就找到了阿玲新住所 但阿玲准备装盒子时 发现里面有十块金币 阿玲很疑惑 直到她看见纸条后 看见云外苍天寺的字时 她才反应过来 她的发小也将没有死 这些金币也是她给的 通过又次口中得知 也将现在是青楼花魁 是一个没有自由的鸟 命运总是让人猜不透 拥有主宰天下的旭日冬生命 如今因为一场洪灾 变成了青楼花魁 而拥有云外苍天命的阿玲 却如面相一样披荆斩棘 成为了一个顶级料理师 阿玲得到也将金钱支持 也开始重新装修客屋 老板看见客屋重新装修 对阿玲感激不如 很快客屋重新开张 客人也是络绎不绝 阿玲厨艺越来越精进 客人们对她的手艺赞不绝口 但是随着季节的变化 客人对食物的要求也不同 为了满足客人们的需求 阿玲准备推出夏日套餐 但是上流的客人 最喜欢的解暑食物就是鰻鱼 但是鰻鱼很文贵 对于刚刚起步的阿玲来说 是不容易办到的 就在这时一个熟悉的人 来到了他们的小店 这个人曾经是方夫人儿子的跟班 傅三看见方夫人后 一溜烟就跑了 方夫人雪儿心切 看见傅三跑后就晕倒了 方夫人醒来后 没想到老板把她的发簪赎了回来 发簪对于方夫人而言 有很大的意义 在阿玲的帮助下 重新回到了她头上 第二天 方夫人花钱找到傅三 没想到傅三告诉方夫人 她的儿子阿玲 因为爱上有女 并且拿出家当给有女赎身 不料被有女远离 一气之下杀人逃跑了 方夫人不相信 再次被吓晕了 但方夫人醒来后 始终不相信自己儿子会杀人 第二天 阿玲为解暑料理发愁食 医生告诉她 酷暑食节不一定非要吃鰻鱼 比如青梅就是解暑的好食物 而另一点 小松原接到了黄命 让她制作夏日甜食 为了满足将军大人的口 她不断地尝吃甜食 吃到最后差点瘦 而阿玲这边 也在为解暑套餐发愁 吃不下甜食的小松 很快就找到了阿玲 两人聊天过程中 各自得到启发 小松原回去后 就制作了皇家甜品 并得到了将军的赞赏 而方夫人这边 她为了找到儿子 不惜再次拿出发簪 请求傅三给她找儿子踪迹 可是这个人很不老实 贼没熟脸一看就不是好人 而她的目的就是方夫人的发簪 用给客人打烫的勺子喝水 阿玲看见后 觉得这个人不可靠 这时又次找上门 阿玲将傅三对阿兵杀人的口述 一一说给了又次听 可是又次给阿玲说 最近几年没有青楼女子遇害的情况 阿玲还将遇害 由女名字说给又次听 还让又次去打听一番 第二天阿玲在邻居口中得知 方夫人将发簪交给了傅三 阿玲很快找到傅三 询问发簪去向 可是发簪已被傅三拿去评论 这时方夫人出现 傅三还想狡辩 就在这时又次赶了过来 因为他认识傅三 知道傅三经常逛窑子 没钱了就脱摸管片 最终在又次的逼问下 傅三说出来实情 原来阿玲没有杀人 只是被傅三欺骗了 钱财也被他拿走 而傅三趁又次放松 趁机也逃跑 又次想追 但方夫人觉得算了 因为在他看来 儿子没有杀人就是最好的消息